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我是主播汤葫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感谢大家支持 2011年7月,陕西省西安赤挖出一方唐朝墓之名 墓主名叫弥君,身份是大唐威魏将军 说到弥君,我们都不太熟悉 但是说到他的祖上,一定有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祖上就是赫赫有名的弥衡 弥衡是三国时期的名士,才高八斗却十分自负 他曾在曹操殿前裸依痛斥曹操 这一个经典桥段,让我们至今人津津乐道 后来,中原大陆经历了五湖乱滑 弥氏一族人为了避难,逃到了朝鲜半岛,在那边定居 到了公元660年,唐朝大将军苏定芳奉命征讨百计 弥君当时在百计当一名小官 他见大军临近,竟趁乱发动兵变 俘虏了百计的大王,投降了唐朝 由于在百计生活了多年 对当地风土人情,文化传统都有很深的了解 所以,唐高宗为了表彰他现成之功 派他驻守朝鲜半岛,奉为将军 弥君在朝鲜半岛任职多年 所以他的穆之名中有很多关于中日韩三个国家的记载 从穆之名的内容来看 他并非唐朝人,而是出生于今天韩国西南部的百计国 在现在日本的历史记载中 日本从来没有做过中央王朝的藩属国 但是弥君穆之名中却明确记载了 公元665年,弥君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日本 因为日本出兵帮助百计攻打唐军 害怕唐军攻打日本的天皇,向唐朝称臣 公元660年,唐朝大将军苏定芳受唐高宗之名 渡海进攻百计国,并以战而破之 在该地甚至雄金都督府 同时将预计百计及王族93人 百姓一万二千人押送至长安,献抚于唐高宗面前 而弥君正是其中的一员 据弥君穆之名记载,此人自称是三国民士弥衡的后裔 并在唐朝官运亨通,做到了又巍卫将军的高位 在弥君的穆之名中,留下了许多相当有价值的信息 为了解唐朝时中日韩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其实,穆之名中有八个字,着实令人意外 它们分别是日本于教和见地称臣 首先,弥君穆之对于此时的朝鲜半岛上的形式这样写道 于是日本于教,聚扶桑一珠,风骨一蒙,赴盘桃而祖故,万其更野 与盖玛以金尘,千艘横波,远原地而纵迷 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百计,今天的韩国的移民 逃亡到扶桑,今天的日本躲避惩罚 也就是说日本竟然是百计 这也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出现日本这一国民的记载 而当时的日本称为扶桑或窝国 这段历史讲述的是唐朝攻占百计后 百计移民集体叛唐 其中,日本于教这四个字尤其引人注目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四个字颠覆了历史 将日本国号由窝国改成日本的时间提前了十数年 一般认为,日本改国号应该在702年之后 而从木之明显示,日本改国号的时间应当在670年到678年之间 然而,中国学者马云超却认为 这里的日本必定不是国号 日本与风骨对账,用法上也应与风骨相同 这可作为文学性的指称,无法视作国号 由此,马云超断定 这里的日本应当指百计国 日本这个词的本意是指吉东 本是中原对海东诸国的称谓 扶桑在唐朝也不是对日本的特称 而是对海东诸国的称呼 因此从语境中看 日本应该是指百计国而非窝国 由此可见 最早的日本国并非现在的日本国 而是百计 根据考证 百计和日本皇室关系匪浅 以退位的平成天王就曾亲口说 日本皇室可能来自百计 或许百计灭亡后,我国继承了这个国号 才成了今天的日本 米君穆之明的发现 完全推翻了日本的历史记载 这也难怪有日本网友调侃道 原来这么多年我们学的历史都是假的 更是太稀道 我们原来继承了韩国的国号 简直就是耻辱 除了日本于教这四个字以外 墓碑上还有四个字也非常引人注目 功训沉洁而投命 千秋见地,一旦称臣 当时日本派遣数万兵力 前往百计支援叛军攻打唐军 结果在白江口之战中 被唐朝水军以少胜多 杀了全军覆没 碑文显示 弥君曾以林德二年 随刘德高出使沃国 警告他们不要再与唐朝为敌 在沃国 弥君等人取得了重要成果 那就是贱帝,称臣 所谓贱帝自然指日本天皇 当时倭国虽然小而穷 但却非常自大 君主都以天子自居 因为日本天皇,贱阅皇权 因此成为贱帝 自古以来 日本就经常标榜自己是汉字文化圈中 唯一没有向中国称臣和低头的国家 并一直以此为自豪 除了足利一满短暂向明朝称臣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 唐朝不是上国 而应该是日本蜀国 其自大的模样简直阿Q至极 但从背上 建帝称臣这四个字来看 倭国在明君到来后 的确曾向唐朝称臣 白将口之战后 倭国举国正恐 生怕唐军渡海来报复 而这些许多日本史料中都有体现 因此 倭国天皇向唐朝称臣 是说得通的 对于建帝称臣之事 中日韩三国史料均无记载 然而学者们却从考古实物中 找到了证据 大阪野中寺的弥勒菩萨 伴家夫向台 坐下课有如下名文 秉颖年四月大旧八日 奎某开 穆其爱吉士 将秉颖年定为当时天智天皇五年 其中的旧八日 是相对唐朝灵德利而言 至旧历的四月八日 换言之 日本当时使用的是唐朝的历法 一般来说 蜀国在选择臣服时 一般会改用天朝的历法 这也被称之为改正宿 很显然 日本将自己的原家历 改成了灵德历 便是向唐朝称臣的实据 根据旧唐书记载 唐朝在百计的首将 刘仁鬼在上任前 曾向国家请历日一卷 为的是削平辽海 搬示了国家正宿 使遗俗遵奉言 很显然 弥军等人出使倭国 就是为了迫使他们改正宿 使遗俗遵奉言 而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唐朝对倭国的掌控 并不持久 由于吐蕃作乱 唐朝被迫将驻东北亚的军队 调往西部 倭国趁此机会 取消了对唐朝的称臣 并且抹除了相关记载 如今 仍有许多日本网友 在网上宣扬 不愿承认日本 曾向唐朝称臣的事实 对于日本渔教 他们尚可接受 但对于建帝称臣 就是实在无法接受了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 一直是我们的骄傲 中国历史上有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这样的治世 也有郑和夏西洋 张千初始西日这样的盛举 还有甲骨文 小传 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 所以 古代中国一直是那些 小国们仰慕的对象 中国也因此实行了宗藩制 番薯国也就是那些小国 作为中国的附属国 中国会向他们提供保护 但每年都要向中国朝拜和进贡 随着清朝的灭亡 番薯国一词 也就再也没有登上过历史的舞台了 各国虽然都独立自治 但是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这些国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 留下了很多模仿中国文化的印记 比如日本的史书 基本上都是用中国的汉字来书写的 即使是今天日本人用的日语 也都有很多汉字 韩国亦是如此 所以每当日本韩国的史学家 想要研究本国历史的时候 都要翻看中国的历史 甚至得亲自飘洋过海来到中国 查阅史料 因为日韩虽然也学习了很多中国的文化 但毕竟只是半路出家 中国的历史中关于他们的记载 会更加的详实 我还有今天 我记得 ya 我记得了一些详实